我设一个,这是一个黑色的荧幕 我设一颗particle到荧幕上 然后,有没有看到红色的点 有没有 再来 有没有看到 有哈 再来 四颗了,五颗,六颗 然后,我让它一直射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嗯? 看到什么 条文 条文是什么 有条文就是什么性子 对 对 刚刚一颗的时候,这已经一千一万多颗 有了 你看到一颗的时候是 电子 电子 对不对 你看到一颗的时候 清楚 一颗很清楚 很清楚 在这里 对不对 我知道这个particle的位置 但是 但是 我有很多颗的时候 但是 我如果知道它的particle 根本不知道它的这个momentum的部分 那很多颗的时候的话 基本上面 我知道 你知道浪色条文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 你就知道 电子的 λ 对不对 你知道 你知道 λ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这颗电子 会在哪里 呈现出来 你就不知道它的位置 所以 uncertain principle 就告诉你 可是 你知道 粒子性的时候 其实你的波动性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 你知道 波动性的时候 你的粒子性 你就没办法 测量很清楚 这是一个 简单的 一个例子 给你 看到 OK 好 好 再来 这是一个 在我们的 物理上面来讲的话 它 这一个部分 就是delta x 一个particle 它可以转变成lambda 那lambda的部分的话呢 换句话就是说 delta x 跟delta p delta k 其实就是delta p的意思 就是 因为p 因为k 因为k 是等于2part oflambda 所以 p的话 你们到后来就是 它是可以写成h bar k 的部分 因为k是2part oflambda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当你delta x 知道的时候 delta k 或者delta p 基本上 就是你这个 半宽度 这两个 在uncertain principle 里面 它是有对应的 delta x 跟delta p 所以 当你的 这个 lambda 很知道的时候 delta x 要很 OK 反过来 啊 当delta x 很短 这个很 这delta p 是不是 delta k 是不是要很长 对不对 他就是 反而有时候 我们常 而你的delta x 很 在缠坐的时候 有时候你缠坐的时候 你很近啊 也许你的 你的 你自己的坡 很长 也就是你的坡包很长 部分 所以 为什么量子力学 有很多地方 是跟 这个 有相关联的地方 哇 头文片 跑到哪里去 好 那 所以 我们 开始 我们会 这个 web function 我们会开始 就是说 比如说 刚刚那个 啊 所谓的 啊 一个 例子 你要怎么样去 表示它 你又知道 它是一个坡 那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 底下的时候 你看 这是一个pulse OK x很 确定 你的lambda 就很 狂 当x 把它expand 把它拉长的时候 那 我的k 开始就集中了 集中在每一个 当 你的x expand 到无穷大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x 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 那你的lambda 就 where defined 所以 这时候是 坡的性质 因为一个坡 进来的时候 那你实际上 你根本 你不知道 你的位置 无所不在 你的lambda 但是你的位置 固定的时候 你的坡就是 在空间上面 那个坡 非常长的情况 所以 我们后来 就知道说 lambda 所对应 产生的波动性质 跟 x 所对应产生的粒子性质 我们要描述一个particle 我不管它是波动性过粒子性 我基本上 我可以用一个函数来描述它 这个函数呢 我们叫做波函数 v function 所以 放你量子力学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所有都是在解波函数 ok 当你大二的时候 量子物理的时候 全部都是在解波函数 那为什么要解波函数 就是在解这个psi psi对位置的影响 那即使你波函数解出来的意思 意思就是什么 你波函数解出来 你就知道它的整个wave的分布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 常常是 会让人家 非常非常的困扰 那到大二的时候的话 你的力学 力学 你的力学会学到 那个 你力学里面 到大二力学里面 会学到什么 学到哈密尔屯 一会计 他学到 一会计 一会计 所以你力学部 什么东西学 学完以后 你最重要的是 要你把 一会计 要怎么学 一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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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你的哈密尔屯尼 怎么解呢 就是另外一半 那什么是 什么东西叫做哈密尔屯尔呢 讲穿了 哈密尔屯尔只是一个 让局外人搞不清楚 是什么 OK 哈密尔屯尔其实就是能量 那哈密尔屯尔是什么 哈密尔屯尔就包含两项 一项叫动能 一项叫慰能 这是两项 所以 哈密尔屯尔其实就是 OK 这是古典啊 对不对 那T呢 是2m分之P平方啊 这也是古典啊 V呢 就是你的potential 也是古典啊 对不对 但是到量子力学 怎么把古典对到量子来呢 就是 你这个equation知道 我们 要解哈密尔屯尔 equation就是把 哈密尔屯尔 这些啊 已经不是一个数值 它是一个算符 operator 它作用在这个波函数上面 得到的能量是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叫做哈密尔屯尔 你在大二的时候 你要解的就是这个哈密尔屯尔 equation OK 好 所以 怎么样从原来的一个T 动能的概念 能量的概念 变成一个算符呢 那就是 我们刚刚讲 就是这个momentum 实际上就是一个算符 那实际上 momentum跟那个 这个什么 momentum跟位置的关系呢 就是负的ih bar rong rong x 或者我把它写成负的ih bar the gradient 它是一个算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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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句话说 这个等于2m分之P平方 那这个是一个算 你知道大二全部都是在解这个一块血 那物理系的学生比别人强在哪里 别人不会解 你会解 所以你们的独门武器 你如果没有别人强 你就光会你是物理系的 好 所以 就是这个学生比以亏训 学生比以亏训 其实就是一个能量 在解能量的亏训 解出来就是这个能量的亏训 那这个能量的亏训呢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解出来以后 就发现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以前所 不认为它应该存在的东西 在这里就看到 好 那什么东西让你看到了 第一个 我们说啊 如果有一个胃能菌 有一个胃能菌 那这旁边是很硬的东西 这边边都是很硬的东西 那你想像一颗球在这边运动 它就来回运动嘛 对不对 它能量固定的时候 它就来这边固 那它是完全反射 那每一种能量可以存在 但是 循環可以归循告诉你 解出来的结果 它能量不是 连续的 它是这样子 它是 2m分之h bar 然后跟这个 这个胃能菌的宽度 的平方层反比 然后这个n n等于1 2 3 所以这是1 2 n等于3 n等于4 n等于5 所以它是discrete的存在 也就是说你一个未能菌 你已经在这个菌里面的 这个particle 它不是 它不是 能量 任何能量都存在 那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能 你的particle是什么 wave 对不对 所以particle所产生的wave 经过反射回来以后 一定不能形成什么 破坏性干涉 回来以后形成破坏性干涉 这个particle就不止 所以这样子的能量 这样子的wave 就不存在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只有什么 只有这种的particle 它的能量存在 那换句话说 这样的能量的particle 存在它是什么 它是 它的未能菌的宽度L 是等于n倍的二分子的lambda 看到了 对不对 好 这是半波长的整数倍 那你刚刚又告诉我 lambda是等于多少 lambda lambda跟p的关系 所以p呢 是等于h over lambda 所以能量很简单 为什么会是discrete存在 因为2n分之p平方 你就把它带进去 就等2n分之p就是lambda 平方h平方 ok 那你把它带进来 lambda 是等于 2nlambda 是等于n分之2l的平方 分之h平方 所以它等于8nl平方 就马上得出来了 就是这个 概念其实很简单 也没什么大数学 所以你就知道 但是这个结果 这是概念 对不对 这是概念 这个概念呢 因为 刚刚我们讲的 循规虑 你就要能够解出来 这个也很简单 这是1n2次 微分方程 一下就解出来 在这里面 这个potential等于0的情况之下 你一下也解出来 所以是sine wave 就是potential在这里面是无穷大 particle跑不过来的情况 那如果 在这里面是potential是等于 如果它不是无穷大呢 会发生什么事啊 也就是说一个particle 它不是无穷 这个未能菌 它不是无穷生的时候 那这个particle 到达这里以后 它的wave 这是一个 这已经不是粒子了 你要想像它是坡 它的坡位穿透这个墙壁 跑到这边了 这个就是流千本魔术 隔了一层玻璃 然后它手一直跑出来 这个实际上不是魔术 确实是这样子 这就是量子力学里面 非常有名的turnal effect 穿水效应 你只要这个barrier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只要这面墙壁 不是太厚的话 我就可以走过去了 所以 我如果很厚的时候 我就走不过去 因为 那但是呢 我只要这个墙壁 不够 不是太厚的时候 我的栗子 就有机会穿过这里 因为你很厚的时候 这边进来的 这个ambitude已经很小 这个很薄 ambitude还很大 这个就叫做 穿水效应 那你了解吗 不了解 不了解为什么 但是知道这个现象 对不对 这个现象了解了吗 有没有什么 他穿过那一道墙 就是他那个政府变小 政府变小 他有一部分会反射回来 嗯 也就是 这面墙很薄的时候 我通过这面墙 我有一半就跑到对面去了 然后有一半我才会回来 要把你们搞到精神分裂 ok 这就是量子力学 很好玩啊 ok 那会等 整 总共的那个 微方群的平方 会很像的 这个 绝对子的平方 他要等 ok 啊 这个现象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 啊 可以什么 知道了可以这样子 很多东西可以做啊 你至少可以去偷人家的东西啊 对不对 做不是吧 啊 啊 当你把你自己 那都当到 那都 particle的时候就可以了 ok 好 那你告诉我说 你现在告诉我说 那要干什么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 实际上 在实验室里面 都已经在利用这样子的效应 在做实验了 那 你们都知道STM 你怎么突然间来上课 好玩 你知道STM就是 啊 电子 扫描 穿透 scanner translation turnally 扫描 穿透 是 显微镜 ok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石墨的表面 那你怎么看到 石墨的表面是这样子呢 那每一个点 这个每一个点代表的是碳的原子 ok 那 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呢 我再绑 这是一个而已 第二个我先给你们看 这个 这个是C孔的表面 这是C C的表面 ok 那 这两个都是C的表面 我们先不管原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加的电压不同的时候 他所看到的 不同的情况 都是Silicon 就是半导体里面 非常重要的 Silicon的表面 那 你现在看到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都是Silicon的表面 啊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这两张图有什么不同 哪里不同 哪里不同 每一个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那个 都是一个Silicon 哪里不同 嗯 有没有人告诉我不同 那底下已经有血了 Focus集中在这里就好 蛤 这张图没有 我告诉你哦 你们注意看 这里原来有一个白色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那这个白白的东西的话 在这里已经没掉了 有没有 然后这里原来没有的 这里已经跑过来了 有白色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实际上这是有一个 青年子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跑到这个位置 我们真的看到原子在跑 OK 而且 你是看着他跑 然后可以控制他 你要怎么跑 换句话说 你就好像你的手一样 你可以拨 你的颜值 你爱他怎么跑 就怎么跑 然后甚至于把它排成 你要的形状 这个就是电子血维剂里面 这个是一个颜值的操控素 那 我们再回来 刚刚你看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图 实际上就是这个图 里面的红色的部分 一二三四五六 这边也六颗 OK 这个是吸附在最上层的表面 所以 你有没有看到六颗 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颗 这也是六颗 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颗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是四孔的表面 那 你这个东西 原来以前 反正一个 一个东西的表面 一个 半老体的表面 它长成什么样子 只是没人知道 因为 STM 就好像你的眼睛 就变成你可以去看到 看到 那些表面的particle 那些particle 就是原子尺度的particle OK 那它是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怎么操控它 那再回来 OK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示意图 你们现在想像这是一个material的表面 的侧面 这是一个表面 那 从这边看 这颜值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那这个呢 就是你的碳针 那碳针是什么东西呢 碳针就是一堆的盐质啊 OK 那你现在 这个碳针呢 我们刚刚的图是怎么看到的 刚刚的图都是 这根碳针 这样子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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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掃 然后去掃 掃完以后 全部把它拼起来的 就是一排一排掃 掃出来的图 那这个碳针呢 碳针要做到什么 碳针要把它拉到 这是一个particle 非常细 所以你这个碳针 非常细的情况之下 那碳针呢 在这个表面上 你说他 你根本没有接触到他 那你在这边掃来掃去 有什么用 我说 你会看到 跟你如果是这样子 过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通过的电流的大小 跟你这个表面的颜值 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比较近 这边比较远 这边比较远 所以你就用这个电流的变化 推出来说 它的表面是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了解吗 为什么会有电流通过去 就是turnal effect 当你很远的时候 它就电流很小 你就要刚刚好 到达什么程度 就是不要太近 也不要太远 然后让它的turnal effect 刚好能够让你测量的到 然后去掃 所以 它有两种掃法 一种掃法就是Constant Constant High 就是现在这样子 就是一个固定高度 你一路上让它掃过去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Constant Current 我把这里的电流 让它保持固定 你电流保持固定的时候 那这个探针就要上下移 让它移到到这里 的电流 那到这里这一点的时候 我发现这样太小了 我就要往下移一点点 到电流一样的时候 那我就知道 我一下来的高度是多少 再来再下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原来的表面 它是什么样子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STM的原理 原理很简单 但是它里面就是一个 量子近代物理里面的大的 东西 所以你看到了 这个就是你的表面 这个 这个空间 一个barrier 因为它的电影 这个不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这个material OK 这是另外一个material 然后它所 经过这个真空的位置 turnal你过来这边 所以你会看到 它有电流产生出来 在这个位置上面 这样子的流动 这就是STM 这就是STM 原理好简单 可以 19 这个诺贝尔奖 大概他们一发现 他马上那个 这个 就拿到诺贝尔奖 好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有很多的物理现象 比如说 这个是 Carbonate tube 就是碳纤维 前几天前一阵子 不是有人来演讲吗 就是要你们去听 就是在讲这个 Carbonate tube的部分 今年拿到 诺贝尔奖的 这个部分 就是碳纤维的部分 那每一个碳奈米管 那每一点上面 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看到 也因为这样子 有非常多的部分 找一个投影片 我现在刚刚想到 可以有一个东西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 颜子的能谱 你看到实验的 它是discrete的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 这个碳针呢 就好像你的手指头 你可以去剥弄 你的颜子的部分 那 我可以把 把它排 怎么拨这些颜子 你看 在表面很乱 我就慢慢把它排排排排 排成一个圈圈 OK 那为什么要排一个圈圈的话 你看到在这里面 这个没有一个圆形的时候 它的能量 并没有quantime的性质 当它是一个圈圈的时候 它的能量就是 能量就量子化了 那就你就看到量子化的倾向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 那因为你要不同的量子化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得到你不同能量的要签的部分 那你可以排各式各样的量子景 我们叫它叫量子景 我们叫它叫量子景 那甚至你可以把它排成一个台湾 那这是IBM 它是AFM的排出来的结果 然后你看注意看 这是一个碳针 然后它就碰撞了 它就碰撞了 那这碰撞的部分的话 因为你这样一拨以后 它碰撞了以后 就什么 就好像你是一个电路 本来你是一个电路板 这是一个大型的电路板 但是因为你在奈米尺度里面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通通变成是一颗一颗的盐子 所以怎么启动它 就是用Tenolene Fat去启动它而已 对 所以下来探针下来 然后把它拨 拨过来 然后它就可以 所以一连创的Atom 那就好像 这个Atom 就好像这一个 电子在这边 研子在这边传导 就好像一个 这个传导的电路板 所以 你思维已经不再是 这些是导线 这些导线能不能用一个Atom 去排出来的导线 而不是一根导线 是一个Atom 排出来的导线 这就是你们以后要学习的东西 我想 时间的关系你就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奈米 好 颜子两个字 好 我想时间的关系基本上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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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